今天我们来开箱试喝一款白酒 这个白酒据说是逢喝必醉的草原烈性白酒 俗称闷倒驴 其实我买这个酒的时候 最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个酒本身 是它这个赠品 它据说是买一送八 买一份闷倒驴送草原八件套 哇 第一眼就看到一个超大的这个皮壶 但是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而且这个材质好像不是皮的 接下来先都拿出来 这个酒在这里 这个酒好像有点洒了 你看这个瓶口都湿了 哇 酒真的洒出来了 先放一遍 先看一下这些赠品 这是两个造型非常好看的小酒杯 看着好像是不锈钢的 但好像这是塑料的 不过造型是真的非常好看 非常的精致 接下来还有两个这种小酒中 这个好像是这个是不锈钢材质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没看懂呢 大家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 像是一个漏斗 然后还有一个不锈钢材质的一个军用酒壶 这个盒子里面是 哇 一把非常精致的草原短刀 而且它整个好像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看一下里面的刀啊 刀片也是塑料的材质 所以用它来切东西是不可能了 它只是一个玩具刀 好了赠送的东西就这些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酒 它本身啊 这个酒瓶也是一个不锈钢的罐子 是一个葫芦的造型 它这个为什么会流出来呢 这个酒精度是60度 那网上都说这个焖倒驴是逢喝必醉 不知道我今天会不会喝醉呢 我来闻一下 哇 非常的冲 闻着都感觉非常的浓烈 刚刚把这个非常精致的酒杯洗了一下 我们就用它来喝吧 倒出来一点看一下 哇 这个酒杯太浅了 完全装不了多少 这就是闷倒驴啊 哇 这个酒非常的难以下咽 而且这个酒好像它只要一触碰到你的嘴唇 这个酒精味就立马在你的口腔内就散开了 接下来直冲大脑 不过喝第二口当你有了这个心理准备之后 好像已经有点熟悉它这个味道了 喝下去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搞得我好像很会喝酒一样 其实我是个不喝酒的人啊 再来尝一杯 看到没有 稍微倒一点点它就满了 这个杯子看似好像挺深的 其实装不了多少 现在喝下去感觉已经是比较熟悉它的味道了 但是它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烈啊 这个烧桌感越来越严重 这闷倒驴就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性 就是它非常容易喝醉 但是不容易上头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喝醉了 可能现在我已经是一个醉酒的状态了 但是我自己却不知道 你们通过视频应该是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喝醉的状态 还是正常的状态吗 一般人喝醉了可能就是话比较多啊 就是非常啰嗦 一句话可能要重复很多遍 就一般人喝醉了可能就是话比较多 然后就是 我没有喝醉 大家都知道喝酒一定是要配点菜嘛 但是现在是晚上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吃的 所以就是偷来了我女儿的零食来搭配一下 嗯 这是第三杯 这不行 这不能搭配 这感觉太奇怪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三杯酒下肚了 我感觉好像已经有那种浑身发热 然后精神有点恍惚的状态了 可能真的喝醉了 那酒的品尝就到这里了 我也说不出来太多专业的这种感受吧 就是非常的烈 比一般的白酒都要烈很多啊 然后呢 这些里面我最喜欢这个绿色的皮糊 以及这把非常精致的蒙古刀 49块钱买三斤酒 然后还送这么多东西啊 我感觉也是比较划算的 特别是对于喜欢喝烈酒的人 不过最后要提醒一下 未成年不要饮酒 成年的不要过量饮酒 是不是又开始啰嗦了 那好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